字幕 şark醬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我是Ray 今天呢帶大家來到一個金瓶茶餘 是位於成品南希店的4樓 成品南希店啊 可說是一件文狀的百貨呢 連裡頭賣次的都不具有裝新的文化 布谷川花做成質感等 這樣台灣的餐種建築元素作為店內的設計 餐種不是市場也巧妙帶出餐內餐點的風格 另外是以烏龍茶為基底 整共有三種不同口味的烏龍茶 從鮮香到厚重的口感皆有 相信可以滿足大部分人的口味 這塊感覺很熟悉 我後來問的店員 店員說他們在全年也有販售 現場還有提供茶葉聞香 覺得好喝的話也可以到全年滿回家喝 隨時都可以喝到好喝的烏龍茶 第二本身點茶類我大部分也都選擇烏龍 這茶葉有一點水準跟外面一般好像不太一樣 喜歡奶茶的人他們也有奶茶的系列 也是看到剛剛的生長烏龍茶為基底去做調配的 可以熱泡之外也可以冷泡喔 個人推薦這一款輕輕淡香 也是符合大眾的口味喔 除了差別之外呢 還有換出特色的台灣餐點 我點了他們的套餐 牛肉麵跟小籠包 是很有代表的台灣小吃喔 搭上他們的紅茶拿 吃完感覺相當的清爽喔 牛肉麵也是混勻的拉麵 搭配濃厚的湯頭 濃厚非常入味以及軟嫩喔 這是送的招牌小三海 小籠包那是第一屆小籠包大賽的冠軍 也是台灣小籠包名店的四大命櫥之一 採用黃金工法製作 皮五克 限量十六克 十八折 咬下去會噴汁喔 勾感鮮甜 不油膩喔 讓人忍不住一顆接著一顆呢 只要找一個小籠包 骨袋包餅 一乎柠包 咬下去會做什麼 骨朵包全米 蝦筍 你是家人的蒜包 即可 仔細查一下 黑白飯 感謝大家觀賞 主要非常熱鬧有各式各樣的3C開箱 國內外的旅遊 瑞亞每天都更新影片 每天至少更新影片喔 歡迎大家可以鎖定觀賞 對於影片的內容或是有任何的疑問的話呢 歡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觀賞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明天見